继18、19、20日之后 21日周深联合国活动的报道 依然活跃在各大老官媒中 首先联合国和联合国新闻中心官微同时艾特周深 更新了完整的周深专访 发博说周深接受了联合国新闻中心的专访 就和平送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畅谈自己的感受 联合国新闻官网也更新了周深专访的全过程 以及采访内容文字版 21日新华社艾特周深 但话题深说想通过音乐向世界传递和平愿望 上传了对周深的采访 发博说周深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通过音乐向世界传递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 对他而言意义非凡 同一日新华国际新华网官微也爱特周深 发了新华社对周深的采访 并介绍了周深现场演唱的和平送 另外参考消息网以联合国庆祝中文日 周深畅响和平送为标题发了文章 美东乔报也以歌手周深出席联合国语言与文化探讨交流 为标题发了文章 前几日各大官媒 杨氏和联合国关于周深的报道 大家自行查看 刀到前几日的视频 不要太震惊哦 最后腾讯由你榜22日凌晨更新了上一周榜单 周深先行取 渗楼以97.64的综合得分夺冠 实现三连冠 五大维度中的推荐度和传播度也实现三连冠 而小美满被圣楼压制 这周又是top2 七连冠后三连呀 既无奈又好笑 小美满 大维度中的文章 两位 电门 寸 八位 三位